各位前嫌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了Sysco WebEx输入及更改姓名的教程。 希望大家通过这个短短的教程能够学会如何以正确的用户名格式参加线上的课程。 市场上有两种不同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Android和苹果iOS操作系统。 两个操作系统的步骤虽然有点不同,它们其实非常简单。 大家可以在上网上课之前先输入姓名和电邮。 在上课当天收到网址后就可以很轻松地进到线上课室。 让我们先从Android操作系统开始。 如果您还没有下载Sysco WebEx应用程序,请到之前第一部分的教程,再回来到这个教程。 我们先打开Sysco WebEx,点击右上角的三点展开设置菜单,再点击Settings。 来到这里,请点击右手边铅笔的图标。 请填写您的谈名。 如果您是从新的谈,请填新,然后空一格,再填写您中文的姓名。 过后,请在下面填写您的电邮。 填完后请按右上角的Done。 如果您需要更改姓名,可以重新点击铅笔的图标。 更改名字后再按Done。 我们这样就成功了输入了自己的名字。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苹果iOS操作系统输入姓名的步骤。 如果您还没有下载Sysco WebEx应用程序,请打开Apple App Store。 搜寻Sysco WebEx Meetings。 再点击云形状的按钮安装应用程序。 安装成功后请打开应用程序。 点击Accept。 来到了应用程序的封面,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齿轮的图标。 再点击右手边铅笔的图标。 首先,请填写您的谈名。 如果您是从新的谈,请填新。 然后空一格,再填写您中文的姓名。 过后,请在下面填写您的电邮。 填完后请按右上角的Done。 如果您需要更改姓名,可以重新点击铅笔的图标。 更改名字后再按Done。 我们这样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等待负责讲师把上课课室链接发给你们。 等上课时间到了,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进入线上课室。 如果遇到任何问题,请联络你们的负责讲师,他们一定能够帮到您。 祝大家身体健康,不会双修。 我们网上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